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从巅峰走向低谷 或从衰落走向兴盛 所以 如何在顺境中戒骄戒躁 保持头脑清醒 在逆境中不慌不乱 保持一颗心态平和 就变得相当的重要 看过一句话 风水命运 身心得财 命运看似天定 但所动的每一个念头 所做的每一个行为 和后来所遇的每一件事 所见的每一个人 其实都成因果 如果真的有风水一说 那么善心与德性就是人生最好的风水 有些人在今生做善事帮助他人 却活得很糟糕 身体不好 工作不顺 事事不如意 目光短浅的人 则开始对因果产生了怀疑 其实 这是恶业在一生中涌现 之后全部穷尽 反之也是一样 福德快要穷尽 快要堕落地狱之前 好运都会来的 一切福地 不离善心 人若存善念 行善举 福随未至 或已远行 无意间送出的善意 或许不会立即获得馈赠 但总能在另一个节点听到回音 或是为生活锦上添花 或是在逆境中带来转机 这里小编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这里有个饥渴交加的小男孩 敲了一户人家的门讨水喝 一位姑娘打开大门 看出她的疲惫 微笑着给了她一大杯牛奶 并且让她休息了会儿 男孩由衷地感谢了这位天使般的姑娘 很多年后 有位来自城镇的姑娘得了一种罕见的怪病 大名鼎鼎的霍德华·凯利医生 亲自参与治疗 竭尽全力治好了姑娘 当她拿到账单 鼓起勇气看到魏魏 却不料没有想象中天文数字 只有一行字 满满一大杯牛奶 人们惊叹姑娘的好运气 但仔细想想 如果不是姑娘的善良 激励的男孩 说不定她早就沦为街头乞丐 姑娘也没有想到 当初的一个善意的微笑 竟在多年后救了自己的性命 山崇水赴宜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能够装点生命的 并不仅仅是成功的光彩 在人生的道路上 善良正绽放芳华 花开得再美 也只能在原地欣赏 而芳香却能随着风 传到很远的地方 心有善意 必将屠欲光明 好运气与善良者常相随 而有时福报汹涌而至 好像很了不起 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 感受痛苦对修行人来说 是宵夜 对普通人来说 也是宵夜 就比如说中国锦里女孩 信小呆 她的福报有好多 随手一抽 中总参与人数 超五亿的支付报 一亿元的绝世大奖 成为媒体口里那个 锦里女孩 但是福报过后 真的如同人们想象的 那么幸福快乐吗 不 这反而是她的福报用尽了 夜报要来了 为了这个大奖 她为了能到世界各地对奖 不得不辞掉了自己稳定的工作 好好的IT工程师都不做了 因为主办方只提供奖品 不提供住宿和路费 信小呆这几年 为了对付这些住宿费和路费 把自己的信用卡都刷爆了 言下之意就是 还是走不出 中奖诅咒 而且因为对奖是有实现的 她为了赶着对奖 不得不和时间赛跑 经常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 严重的睡眠不足 导致她的身体机能出现问题 不得不频繁地上医院检查身体 甚至于在网络上散布不实信息 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微博做出了处罚 至此 信小呆终于彻彻底底地 失去了热度和曝光 目前从网络上了解的信息来看 信小呆现在已经失去了存款 工作 甚至去医院检查出了抑郁症 真是令人唏嘘 所以说当福报来得太汹涌 也不一定是好事 之前没有行善积累 当天降横财时 你也没有足够的福报积累去支撑 只会给自己的未来 带来源源不断的业障 每个人这一生的福报都是有限的 如果过早地降福 福报早早被消耗 挥霍掉 那人生后半场会非常苦 年轻时候降福 那不是福 老来有福 才是真正的福 同样 人在年轻的时候吃点苦 那不算苦 老来受苦才是真苦 吃苦未必是坏事 吃苦其实是在消夜 是在积蓄福报 苦尽则夜消 福来 风雨过后才会见到彩虹 人生不经历磨难 成不了大财 苦难是一种磨炼和历练 挺过去 熬过去 风景截然不同 虽是逆境 却是来助你的 人生没有苦 就享受不到甘甜的滋味 佛门里有句话 我们非常随喜赞叹 身不苦 则福禄不够 心不苦 则智慧不全 正因为苦 才会觉悟 才会大彻大悟 才会发出离心 如果总是处于逆境之中 会沉沦 会迷失 那不是福 是祸 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家族兴旺是暂时的 有德性家庭 福德比较长久 他们赴了 捐款修路 建桥 建孝 支持子孙做好事 善事 放生 等基因德 心地善良的人 虽然自己这代没有大福 有人年老百年善终 有人真的没有福气 辛苦一辈子 没有享受子孙福气 在他离世三年后 他的子孙们 好运开始 干什么事都挣钱 曾经怀疑人生的长辈 没想到是家里没运的最后 转而好运开始 祖辈们吉德行善地 福报在子孙 普通人没有智慧 感受痛苦的同时 还会继续造业 对修行者来说 他会心平气和地接受 该承担的承担 该感受的感受 不会造业 不会再结恶缘 普通凡夫 却不断结恶缘 种恶因 所谓冤冤相报 何时了 有各种业 就有轮回 轮回就是这样产生的 感受痛苦 就是消业 自己曾经造过恶业 今生就要感受果报 恶果显现的同时 表示自己曾经造的恶业 要穷尽了 我们曾经造下的诸多恶业 若在此生中 在人道都能成熟 都能了清 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大福报 大好事 如果在三恶道里成熟 就不是这样轻松了 后果会非常严重 身体出现状况 是好事 是消业 我们还可以修 自清 他重的菩提心 但是我们凡夫没有智慧 不明白这些道理时 经常妄想 逃避痛苦 当我们身体舒服 心情比较愉悦时 修法就很有动力 无论是念经 打坐 学法 都非常精进 而遭遇痛苦 或者遇到点小问题时 身体不舒服 肚子痛了 头痛了 信念就动摇了 不念经打坐了 不经济了 也不学佛修行了 遇到对境 尤其面对挫折时 更应该精进 保持正念 善念 那么一切对境 都不是对境 都不会伤害到自己 学佛修行 就是要守护我们的相续 保护相续的清静 守护我们自己的意念 正念 善念 这是最根本的 谁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 难道都大发脾气 发脾气事情 就会解决吗 当然不 人生要有智慧 要有宽阔的胸怀和气量 要沉得住气 耐得住性子 心量越大 福气越深 心大了 事情就小了 遇到事情 要学会放过自己 不和他人 和自己较劲 世上之事 除了生死 没什么重要的 执着了 痛苦就来了 大度能容 开口长笑 这是佛菩萨的境界 凡事拿得起 放得下 懂得知足 才是大智慧 大福报 祝愿有缘 看到本视频的人 好好学佛 真修实修 改变命运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 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